照車來到路口轉腰右轉 似乎是發現路間點趕緊來個大迴轉 只是轉完後卻又不肯繼續直走 緊急停靠在路邊好像往哪走都不對 第一時間駕駛有些慌張 還想躲進一旁的超商 12號晚上9點多 他開車行進桃園復國路和南竹路口 他在十字路口不斷繞來繞去 詭異行進早就被遠景盯上 一查發現酒車值高達0.33 55歲高興男子下班和同事喝酒後開車回家 卻落入了這封閉式道路領檢 使這路口分別有四個路檢點 不管怎麼轉彎駕駛都繞不出去 警方的封閉式道路領檢取締方式 是人解各重要道路路口 使之各式行程封閉狀態 即便緊急停到路邊或尋求隱密 會拿你逃避其他機動警网的取締 尾牙機到了各分局加強取締交通違規 今年截至14號 路出分局共取締15件酒駕 其中在13號一天就發現酒駕駛一件 闖紅燈三件 無收駕駛三件 合衛兩段式轉彎 一共13件交通違規 提醒民眾別心存僥倖 以為看到警方領檢只要掉頭就行 一旦陷入了封閉式的路檢 想逃也逃不了 TV的新聞李志偉王華麗 竟然慢慢討厭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